这个月初一天之内发生了两起的捷运亮刀事件 那么9月也有乘客吵架就把刀拿出来 难道搭捷运不在安全吗 对此捷警队特别调派了30名保大警察跟特勤进驻 在重点的车站来巡逻 另一方面也会要求北捷的战务人员进行模拟演练 来提高工作人员的应变能力 这个月3号晚间一名男子因为想做博爱做遭拒绝 竟然气到拿刀挥骨 不到12个小时又有另外一名乘客 突然拿出17公分的水果刀吓坏了身旁乘客 一天亮起亮刀事件让人担心 捷运的安全是否也亮起红灯 就怕发生恐怖伤人事件 捷运警察不敢大意 若是发生攻击事件 捷运警察就会逃出电击枪加以反击 这是捷警的基本配备 会让歹徒瞬间失去行为能力 而为了减少民众恐慌 5号开始也特别调派了30名报案警察大队 和刑事警察大队特勤中队反恐警力 在西门还有台电大楼站 鹤墙实弹加强巡视 捷运警察队警力数自正结案发生迄今 又增加至两百三十六人 除了本队之外 军会与双北辖区的分局保持联系 而为了提高所有战务人员的应变能力 捷运警察也特别邀急了 被劫工作人员进行演习 这件工作人员们拿起装备认真演练 就是希望在危机时刻不会乱了手脚 除了警方的加强戒备 约静也提醒若真的发生危险 一定要赶快按下紧急按钮通报 全民提高警觉才能够避免发生汗事 华市新闻中文节张俊辉台北报道